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第一颗是因 第二颗就是果 第二颗是第三颗的因 第四颗就是果 知道吗 因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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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其实每一颗念珠表示因果的连锁性 也就是那一串念珠中间的那一条绳子 那就是生生世世都贯穿起来 好 诸位看过我们出国的时候 人家串成一串的花蔓 对不对 你到夏威夷的时候 一下飞机 人家导游来 他就会给你弄一串花蔓 就是一串的花挂在你的脖子 诸位 每一朵花代表因果的连锁性 中间那一条绳子串起来 就代表叶 你体会看看 这样解释你体会得出来吗 我们生生世世六道轮回转世 由一条绳子贯穿就是叶 知道吗 这样体会得出来吗 叶一直贯穿着我们 逼迫着我们去转世 那么每一个因果都离不开叶 所以叶跟因果 就是这样的关系